大家好,我们是一芬之路MOS 我们的团队由许多热爱骑乘自行车的年轻人所组成 大家是否也喜欢骑自行车呢? 近年来随着热火与绿色环保的概念兴起 自行车已经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 而是一种全新体会生活的方式 而根据NPD的资料显示 2012年自行车全球产业的产值高达510亿美元 更预估在2019年全球的产值可以到达650亿美元 因此可见自行车产业的产值是日渐俱增的 但随着自行车产业的俱增 我们也发现许多问题 首先像是安全问题 你知道吗 在台湾每年都有上万件的自行车事故发生 换句话说 每三天就有一个人因为自行车事故而死亡 而每个小时都有超过一个人以上 因为自行车事故而受伤 而在台湾 台湾的自行车事故数量却是全球第三高的 因此自行车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再来是自行车的配件问题 来大家看这张图 上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配件 像是大灯或是导航等等 摆在上面非常地凌乱 而且各个配件都要各别的供电 缺乏一个系统的整合 而且非常地不帅气 再来是经过我们的访谈结果 很多车友想要骑自行车的时候 常常找不到同伴 或者是你骑一骑的时候 对面骑来一个正妹 或是像都敏俊一样的帅哥 这时候你内心小鹿乱撞 但是你却不知道如何搭讪 终合以上所有的需求 We made a bar Lumos Bar是一个全新的智慧型单车手把 基本概念是将运算端置于手机当中 再借由蓝牙将APP与手把串联 操作每个功能都是非常地方便 Lumos Bar智慧自行车手把 配备大灯以及两侧方向灯 大大的提升使用者提升安全 降低事故发生 Lumos Bar让使用者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 自己想要的功能 并简单快速地安装任何您所选择的功能环 只需要一颗电池就能够启动所有功能 没电的时候用行动电源就可以轻松充电 我们提供了防盖、行车记录、社群互动以及摄影功能 另外还特别开发了虚拟教练以及抽笔特功能 更棒的是Lumos Bar上所有的功能都可以通过手机APP简单控制 在社群互动功能你可以随时透过文字照片 分享社群动态建立专属的其他生活圈 虚拟教练 掌握你的身体状态 还可以建立个人运动计划 总是与你而来的Sigle New擦身而过吗? 这笔特功能可以避免这个遗憾发生 透过条件筛选 只要Sigle New经过你的身边 音乐就会自动响起 直到你们找到彼此 Lumos Bar 达到更完美的提升生活 好 看完我们详细的影片解说之后 我们来看看Lumos Bar的解构图 Lumos Bar有大灯 方向灯 摄影 行车记录 防盗 与虚拟教练等等的功能 而Lumos Bar的五大核心价值 自行组装 功能整合 社群互动 个人风格与行车安全 能够让使用者有更安全 更完善的骑程体验 而Lumos Bar除了我们本身的成员外 我们也与各专业领域的团队进行咨询与讨论 有助于我们Lumos Bar的开发 而除了刚刚上述的功能以外 我们也将建立相关的模组 Mobile SDK 让第三方厂商能够开发不同的功能环 有助于我们Lumos Bar的功能能够无限的扩充 而在市场调查方面 捷安特的资料显示 全球的自行车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18% 大约是12亿6千万人 而我们Lumos Bar把客户锁定在中高阶的自行车爱好者 大概是30% 所以约是3亿7800万人 而消费者可以透过两个管道来购买我们的Lumos Bar 首先是透过虚拟通路 可以透过我们Lumos Bar的官方网站 与各大电商平台直接购买 第二条是实比通路部分 经过我们合作的自行车经销商直接购买 再来是第三方厂商开发的功能环 第三方厂商可以自由贩售他们开发的功能环 而我们也提供一个友善的开发环境 并不收取任何的授权费用 但保留我们在他们的APP中放置广告的权利 在营运规划部分 首先我们将深耕台湾 积极拓销经销商通路 接着三年后进军国际 首战是日本 因为日本是全球自行车数量第三高的国家 而市场预估方面 我们是由自行车人口数乘上中高价市占率 再乘上购买的意愿 自行车人口数与中高价车款的市占率是由资料而得 而购买意愿比例是由我们实际访谈而得 因此台湾的市场预估大约是75万人 而日本的市场预估大约是560万人 在销售通路方面 一开始我们将先由募资网站取得第一笔总指基金 接着产品开发完成后 借由虚拟通路与实体通路贩售 而产品研发部分除了我们第一代Lumospa 研发完成后 我们会研发第二代的牛角法 与智慧坐垫等等的智慧自行车零件 而我们Lumospa与功能环其实是可以分开贩售的 如果你不需要太多的功能 可以购买我们的Lumospa Lite 定价是3500元 有大灯、方向灯与社群等基本功能 如果你想要一次拥有我们所有的功能的话 可以参考我们的Lumospa Pro 定价是9000元 消费者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与需求进行购买 而在预估审议部分 在2015年如果是乐观预估下 2015年1月可以达到审议平衡 而持平的预估下 在2015年的9月能够达到审议平衡 而悲观的预估下 在2022年的1月达到审议平衡 Lumospa将提供大家一个全新的提成体验 接着就让我们掌声欢迎Lumospa与Lumospa吧 很开心我们的使用者Carol可以拿到第一支Lumospa Lite 期待又兴奋的她 她拿出早已选购好的黄色跟绿色功能环 分别是最流行的摄影功能跟丘比特功能 而她只要轻轻松松就可以把功能环装到手法上 当Carol要出门的时候 她只要把手法装到脚踏车上面 并透过手机APP就可以简单开启所有的功能 就像现在这样 她的大灯已经完全打开了 Carol现在骑在交通繁忙的忠孝东路上 正打算左转去购买烤香肠跟臭豆腐 但是她好害怕好害怕 因为车非常的多 还好有Lumospa提供的方向灯 能够让Carol在左转或右转前 又可以先智慧后方驾驶 以提升起乘安全 你也想要一支安全操作简单 又可以遇到都敏俊欧巴的Lumospa吗 赶快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我们的QR Code 线上都可以订购 打开更完美的旗船生活 Lumospa 打开更完美的旗船生活 谢谢 好 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请询审来提案 问题是如果装了这个碰不到都敏俊怎么办 一加上去不是别人就可以把你拿掉吗 那你如果装的GoPro是一个很贵的东西 就是说方式不变好 那当然是这个问题 其他部分就说我喜欢这个题目是因为你们从软硬都有这样的 性质也是一个parting的概念 我并没有太多的问题 只有一个小小comment 你们在做market sizing的时候 虽然台湾有1000万的自行车人口 可是30%高阶的数据 如果是来自杰安特的销售数据的话 你必须要注意杰安特他自己 其实在自行车的市场面 也只占了中间的一部分而已 所以不代表说这1000万人口的30%都是中高阶自行车的user 所以看起来你们的market sizing的数据还比较乐观 我问个问题 看起来包括放一些基本功能 包括增加一些其他的环的话 都需要对车进行一定的改装 所以我的问题是 这个我们主要的渠道是通过新车 还是通过现有户车的改造 那如果这样的话市场进入的话 主要是通过哪个渠道 如果通过新车的话 这样这个周期是多长 如果是通过现有车的改装的话 因为我还是假设需要对车进行改装 如果需要对于改装的话 我们是希望通过什么渠道 先上或者先下 包括如果自己来改装的话 需要对于用户来说 需要有多大的障碍来进行改装 所以关于市场进入 其实是很有创意的题目 我刚好奇的是 我们大家自己想出来了吗 有其他的经验 另外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 GP上面有提到退场机制是 2012在日本IPO 那为什么 为什么不选择台湾呢 这个其实这个题目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一个题目 就是而且你们把这个题目写的算是蛮完整的 我想就是产品定义未来的延伸 跟竞争者分析 其实这边我想都多做比较完整的介绍 那我自己觉得是说 你们这个发展也蛮大的 那唯一一个问题就是说 现在这些竞争者 其实已经有一些像这种法 那这些竞争者目前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 然后你认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想那你开始前必要说 我觉得杜教授应该不大可能找到 人在一起骑车 所以那那我想就是我自己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果然是虫荒恩上千 还是延师出高途那我只问几个 比较产品技术实际问题 第一个是说这种accessory 最大的问题是供电 那我说你没有提到 只是你们可不可以具体讲一下 供电跟充电续航力这些东西是怎么做 特别是像camera或GPS 这种相当耗电的东西 但是上面到底怎么走线 那你用环的好处是你可以plug and play 但是看起来你如果要走线或是power的话 这个改装就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等于是你的电力系统 跟你的accessories改装的难易度 不是同一个量子 那所以你们是怎么看 你要one time的做个power的改装 后面就很简单 还是说其实你不用供电 完全是拼这种 携带电池回家无线充电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我想问一下说 有一些accessory是比较autonomous 比方说GPS这种 你不用控它 它自己就会拉回去 然后剩下就拉到手机来 比方说像CAMERA是很需要控制的 比方说像CAMERA是很需要控制的 那我想以后你们accessory越来越多 会有两种 一种是autonomous 另外一种是很需要跟用户 即时互动跟控制 那我不知道你们控制界面 这边打算怎么解决 还是说就选择性的 这边不要做得多 那最后一个只是说 你们大size的资料什么传出来 就是我想理论上当然你 这种蓝牙传到手机这些都可行 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只是比较鸡蛋的硬调骨头 就是说像CAMERA 这种比较Hydroboot的东西 你要把它拉出来 或说你要及时看到 你拍了什么这件事情 会比较复杂的 我想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 谢谢 好 你们有五分钟的时间 请把握时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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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评审的提问,那我们其实这个发想呢,那时候是因为Google那时候出了一支可以自己组装的手机,叫做Project Era,对,所以后来我们才会想说,我们自己很喜欢骑自行车,所以有这样子的需求,那可以做这样的变更,所以我们把它应用到自行车的手法上面。那剩下的问题的话,我们就交给我们的成员一起跟你们回答,谢谢。 好,我们先讲一下刚才老师提到的渠道的部分,我们有三个情境分析,那乐观之后我们是预估跟杰安特或是等知名大厂合作,那我们就是走他们的生产线,他们大概一年会,一个车款会有19万台的销售量,所以就是搭着他们的方式出去,所以这个地方渠道就直接在出产的时候就跟他们车上面,然后第二个持平部分就是,如果他们没有跟我们合作的时候,我们自己, 打经销商自己打通路,那就会变成我们保守预估一年是6000组,然后日本市场台湾的三倍,所以这个资料是来自杰安特,他们的销售是台湾三倍,那这个会是我们自己打的渠道,那背观这边也是属于我们自己打通路,然后一样是状况不佳的情况下,一年大概1200组,然后日本是3200组。然后再讲到刚才的防盗的部分,因为我们锁定的是中高阶车的市场, 那基本上这个市场的使用者,他们的车子是不会离开身体的,因为车子都是很贵的,所以我们比较锁定在,如果他是7-11这种情境,车子不会离开他太久,只是进去个一两分钟之内会出来,所以当车子的环被人家拔起来的时候,我们手把会通知讯号到他手机,告诉他说你的车子环已经离开我们的功能,那他就可以及时出来。 所以我们比较没有锁定在追踪车子离开他太远的地方。 好,然后再来技术这边,我们就教由Andy解释一下我们的电量。 那我先讲一下耗电量的部分。 我们其实每个元件都有估出每个耗电量,那可以看到我们全用电池是3000mAh的,所以我们有预估在一颗电池3000mAh的状况下,在一趟骑程中,如果大灯全程开启,然后行车记录器也是全程开启,那方向灯累计使用30分钟的状况下,我们的车子可以维持一个7个小时的骑程。 然后回答一个关于就是安装的问题。 因为其实一般自行车它手把跟车子连接的size大概有三种,那我们就是选市面上最普及就是1.08分之1寸这个size来做为我们设计Lumofar的这个。 那再来就是刚刚有问到关于界面的问题。 就是有些功能是由手机来控制,那比如像照相这种即时的功能,我们当然就是会把功能设计在我们的,把按钮设计在我们的功能环境上面。 那再来就是如果想要立即的,因为蓝牙它传输量无法拍大,所以如果想要立即看到我们照相的相片的话,我们会有WiFi,就是配在WiFi的SD卡,就是在我们的手把上。 从此手机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立即拍下来的照片。那技术部分大概在这边。 好,OK,我们再回应一下就是关于刚才讲竞生哲这边。 不好意思,我还是觉得这个东西最关键是,因为我想你们做得很好,所以还是要问得比较务实一点。 就是说你们最关键的供电系统还是没有跟我讲。 那如果你是一个Centralized电池的话,3000mAh是一个非常大的东西。你要很大的东西接在中间,然后中线,但是你要无线供电。 所以你刚刚估的效率跟它的Visibility,可不可以再讲清楚一点。 电路的问题,我们不是无线供电,就是装在车体的部分,所以就是这个部分。 所以那个电池应该是放人进去的。那供电的部分就是直接走我们手把里面。 那那个功能环也是,所以它只要接上去之后。 所以它就像是一个大插座,等于你电池塞在那个手把上面,然后他们就是大插座这样插进去。 OK。 做一次性的改装,因为一般的一般的脚踏车前面不走电,所以你还是要做一次性的改装。 因为我们是贩卖整支手把。 就像这样卖这支手把。 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骑一般的自行车,你也可以购买我们的手把,然后装上去。 好,停止这个讨论。给你们30秒,讲Compatitor。 OK,那我回应一下在那个性侦者这边。 我们目前最大接触者是Helio Spa,这是在美国已经上市的。 他们一支手把台币大概8000多块。 那他们的功能就是单纯,这个车灯是有方向灯功能。 它有速度的显示,你越快速度会变颜色的功能。 然后有导航,导航一样是方向灯导航。 那我们觉得它的问题是在方向灯导航遇到圆环就倒了。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表达左前方。 还有多久前我会告诉你,是要闪左边是我的导航。 那我方向灯跟我的导航是不是会冲突? 这是它的问题。 然后再来是它没有办法扩充。 然后我们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可以扩充。 加上我们做整合。 该讲的就像是一个插座的概念。 不用把每个。 谢谢。 我全部都追问。 既然很好安装也很好拆装。 那你怎么办? 你说整支手把拆走还是说那个缓拆走? 你刚刚直接套上去就装好了。 那我直接滑掉就装掉了。 是防盗的问题吗? 因为我们主要的消费者群就是针对中高阶。 所以这群用户我们是经过实际的绑杂。 他们是车不离身的。 所以防盗的问题是比如说像生活上前面的防盗刚提到去saber买的东西。 我再补充一下。 那因为我们这次是用现实的手把,所以才会做成现在这个样子。 但是之后设计一支全新的手把, 会有机构上的设计。 所以基本上套上去它会有一个卡榫的动作。 那侧面,因为这边基本上是空心。 那就是我们自己设计。 所以也会有一个就是可以有钥匙或是其他的方式。 只要是透过机构设计的问题去让别人就是不会那么轻易的拿走。 但是对于我组装上面还是就是非常轻易就可以扣上去跟拿下来。 好,谢谢。 我都已经想好了。 我会把他们停车的时候会把它一粒一粒的都拔下来。 放在我的皮包里。 下次我要骑车的时候再一粒一粒的拿出来再放上去。 这样好不好。 OK,好,谢谢你们。辛苦了。